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现在用这个图来自于英国的美日电讯 英国的美日电讯 纽约邮报 Just the News都有报道 因为它是来自于拉斯穆森的 来自于第三方的竞选者 这是独立方 它既不隶属于共和党 也不隶属于民主党 但是它又有着相当的财力 有着支持相当财力 在过去的时间里 美国屡屡有出现过类似的 但是都没有成形 但这一次的故事来的比较突然 就美国现在乱象来的比较突然 就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肯尼迪式的 那肯尼迪出来呢 本来民主党当中没有太多的声响 后来肯尼迪的做法呢 是反拜登的 相当反拜登 结果民主党内只要一反拜登 他在党内的故事一反拜登呢 你就看到他的故事就立刻就起来 也就是说分解民主党 那班农就出了个主意让肯尼迪做川普的副手 他们俩搭档肯尼迪就给干掉了 昨天的卡松就大肆评价了肯尼迪 是非常赞许肯尼迪的 但里面他讲的都是疫苗的东西 打字的东西 这个YouTube他不让讲 所以他就 我现在都没找好 怎么去跟大家分享那段故事 他讲的又蛮长的 那这个内容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所以他就讲说第三党竞选者会产生作用 如果第三党竞选者产生作用之后呢 肯定会影响 他认为肯定会影响拜登 拜登必输无疑 没有竞争的余地 所以在英国的美日电讯跟纽约邮报当中呢 他都没说是谁 但都是这么个定论 所以第三者是这样的概念出现 那原因就是他大概拿走了百分之十几的选票 拉斯穆森的民调出来 这次的news当中呢 就把他点名了 他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内 极其保守的老盘的参议员 曼清 曼清在过去一两年里头 我们知道有关与拜登之间出现冲突对垒的时候 他曾经表现出就像是 就像共和党一样 对吧 那当时就有一个说法 说曼清会不会最终脱党 就是离开民主党 转到共和党去 有这么个说法 而曼清到2024年呢 他要重新竞选 是竞选参议员还是竞选总统 结果就提出了这个说法 拉斯穆森就根据这个背景 就把其实就把曼清给挑出来 那曼清呢是老牌的民主党人 但极其温和派 也就是说是民主党当中的保守派 那对不起 而他因为在这个美国参议院当中的资历 所以他有他非常监视的一份基础 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故事 Just News呢 就列了很长的一篇内容 在讲述这段故事 对不起 但其他媒体就说呢 他实际的作用 就是把民主党给分裂了 如果他出来真的选 他足以分裂民主党 如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台湾人来讲 就很像当初的宋楚瑜 那宋楚瑜从国民党一分离 咔嚓一下就把国民党就完全那个玩死了 非常类似的场面 那原因就是他对拜登太不感冒 对拜登太不接受 但他一辈子又是政客 他有他的真正的实力的影响 如果他真成立一位第三党 在美国参众两院 有他追随者 就是他会把美国国会出现了第三党 那就概念就不太一样了 那如果美国国会分出第三个党派来讲 就不是简单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了 那可能三个党派都不是多数党 那你就美国政治就改变了 那我很难说评价说他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美国的美国上上下下层面 对现今美国的制度表现出极强的不满 表现出极强的不满 那无论在共和党当中 无论是川普还是德桑蒂斯 都有他一些比较稳定的支持者 而川普的支持者呢 就显得更加铁粉 就是无论党派随谁 他们追川普不追党派 那这样的话 曼清的出现就迎合了川普真正的 在选民当中的氛围 那拜登就失去了跟川普的竞争力 从而这就大概主体内容就这么个内容 是否会成型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最新的民调显示 第三方候选人出现 拜登肯定输了 民主党人就慌了 第三方会导致平局或川普获胜 那民调资料显示 选民们支持第三方 那而民主党人担心的 no labels就是谁没说 可能会出现竞选第三方 导致拜登失败 那我跟大家解释了 这种现象 只能说表示着美国政坛的衰败 美国今天政治的一切 也就是说 拜登在执行的摧毁美国的政策中 给美国人民带来了重新的思考 才会出现这种故事 那里面他没有讲太多 里面在英国美日电讯当中 主要就提到了这么一个 按照no label的说法 这么说的 然后展示这份图面 那展示这份图面呢 表面上说 拜登现在还有胜的 就是战胜川普 但是如果那样出现第三方的话 那拜登就肯定输了 我个人觉得拉斯穆森呢 很难说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拉斯穆森是比较厚的 厚实的这个 就是比较长久的民调的公司 我愿意把它解读成 这是美国政坛当中出现 全新的一个思考概念 我现在不太清晰 就是谁愿意出手这么干 谁这么干的 不清晰 说句心理话不清晰 我愿意把它解读成 这是一种阴谋 就是背后是什么势力 是一种阴谋 他们的本愿 在今天美国社会中的本愿 是攻击川普个人 相当一部分是攻击川普个人 那包括公 你看共和党内部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音 但我们看到的一切新闻 都是以川普为中心的 所以我只能说 我们就这么看这故事 因为朋友们去关心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就这样了 这是Newsmax讲的 拉斯穆森的民调 没有标签 No label 可能会对川普有利 对川普有利 而对拜登无利 那另外一个呢 对不起 这个 Just the news 里面就讲说 民主党人 对曼清可能是 no label 表示担忧 将直接上海拜登 所以他这篇文章就很长了 你要想去查的话 你要想看细节 就是no label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趋势 这个局面 各政党 就跟大家解释 目前关键就是 没有诚信 以大选本身也没有诚信 谁说你都不信 谁说你都得画一个问号 才造成这个场面 但他们的 就是攻击的目标 是在川普身上 所以最翁之翼不在酒 如果他们是为了铲除 比如说铲除 民主党内部出现内讧 铲除这个 曼清的话 或者怎么样 这些 你把它叫政治也好 利益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 但 这是 今天摆在台面上 就像当年宋楚瑜一样 可以把它解读成 就是民主党内部出现内讧 而这个内讧呢 其实跟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状况 有点类似 那川普在共和党内部呢 他是 就逼迫川普 逼迫共和党 那共和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 不接受他 反对他 但是他在共和党的 一部分的坚实力量 又表现在哪 所以让共和党很难 也就讲川普 美国的政坛 将出现不同的样子 出现不同的样子 最终我以为呢 最终会转向道德的一方 真相跟道德的一方 这是未来的过程 所以这是个过程 感谢观看